- 不用騙頭了,直接來吧 唉,上一集的最後啊 我因為覺得自己的作戰計劃沒有成功 所以就直接退出了 但是這個東西其實是有一點... 這個叫什麼來的 就有頭沒有尾的 我下定決心想要統一天下 但就是因為打不下長沙所以就放棄了 不行啊,不可以這樣啊 作為一個男人就是要懂得堅持 好,我們來重新看一下目前的狀況 目前的狀況其實... 對我方來說有點小危險 但是沒有關係 因為目前這兩個人都比較弱 而且劉備都已經把水獅派來送死了 我們現在還是有機會可以處理他們的水獅的 好,我們就從這裡開始繼續 欸,等一下 我突然發現啊 這裡好像有點危險 我看一下啊 孫記 好,這邊... 潮信...潮信流柴山好了 這樣我們有3000多金 可以賣多一點糧食 好,我們賣到剩下570 這樣我們就5萬多糧 順便看一下大家的忠誠度 靠北 大家的忠誠度怎麼都那麼低啊 好,這邊呢 沒關係,這邊也稍微那個一下 增加一點那個忠誠度 這邊還要挺多錢的 全部都用來加忠誠 我覺得我遲早要加一下灌球鹼的魅力 我還沒有用過魅力啊 沒有加魅力真的是太可惜了 好,沒有關係 我們這邊看一下怎麼辦 好,這邊就... 來一個橫掃 好,接下來就把那個... 金玄這邊射一射 沒有辦法直接打長殺 那我們就小心一點 我們就小心一點 這邊大概就是1萬 然後2萬 不用擔心 董西 嗯...就會把水君S的叫過去 孫魚可以 然後再叫一個... 智力高的 楊虹 現在只剩12了 2251 2251 148那就有辦法了 讓李萌出來吧 40天糧就夠了 直接衝過去 打爆李翼 這樣就可以搶到梁了 怎麼感覺有一點... 有一點小那個啊 這樣剩下一一多多 終於這邊也來個頭十 我們現在局勢其實還是有利的 只不過黃金賊... 的話嘛... 黃金賊現在正在面對那個... 面對公孫戰的猛烈進攻 我們現在如果去打他的話 很有可能他就撐不住了 沒關係...撐不住就撐不住吧 我們來試試看 看他能不能... 我還沒有研發火技能 略顯尷尬 沒關係 只是幾兵 好沒關係 燒 張角本人在哪裡 看看 張角本人在哪裡 我們就不能夠在哪裡... 弄得太...太...緊 這有點小危險啊 我們還是稍微... 稍微遠一點好了 這邊就稍微那個一下 然後呂布他們... 也是...前進 看有沒有辦法招到... 這個...呂布的... 不是...張角的人 看有沒有機會啊 我們現在人站得開啊 就是因為怕張角 張角如果出來的話 那就覺得有點恐怖了 張角現在在埔陽 這非常恐怖啊 他的雷擊是可以... 可以打AOE傷害的 那我們目前來說的話 雖然看起來有點小危機 但是他們的騎兵槍兵 是沒有辦法對我們有什麼威脅的 這邊雖然可以射 但是也就是稍微... 稍微給我們降一點點那個而已 292... 說是打一點點而已 但是其實... 我們應該不能夠撐太久 我們看一下我們這裡有沒有... 有沒有築城 沒有築城... 有築城有築城 我想說我記得我有... 我有帶築城出來啊 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 我們派諸葛蛋 來進行修補 啪!一下就修好了 然後把他們留下來 然後把他們留下來 然後這邊依然是要稍微... 那個一下的 這邊... 關屏來了 這有點小危險了呀 我們應該要趕快脫離他們 這裡祖茂正在來的路上 我們應該要找機會去阻擊他啊 但是他的糧食是我們需要去趕快阻擊他了 我們應該要... 做什麼事情咧 我們要換家還是要直接打他 其實可以直接... 靠那邊的人來解決 路抗 好沒問題 這邊就留150就可以了 515 44多 好可以 來一個猛撞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士氣補回來 然後... 咦?我們就直接打他就完事了 金蘭的這一支部隊雖然有點小危機 但是也就是小危機而已 等一下派艦隊去打他 弓箭部隊 艦隊 我們的張角還在裡面 張角這個... 好可以 好可以 來個螺旋突刺 在這裡螺旋突刺好了 好 然後給武安國其他的艦隊... 欸等一下 呂布才是努兵的主力 武安國是副手啊 那也不要緊 他是擠兵 我們弩現在還有多少...還有很多...全送過去...全送...然後弩就是...1萬... 1萬整就好了 因為搞不好高順的那個會被打掉嘛 有可能的 有人在野 誰在野 看看 元希在野 好招 招不到 不錯 招到了元希 元佳的舊部 孫修還是個好伴的傢伙 這個人雖然有點平庸 聖曼有點平庸 但是 還算是可以用的人 平庸但可用 這裡還有1多多多多 多一點糧食過去 墜 Drax姥 V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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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イ Vira C V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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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糧食運到柴桑 那至於其他的東西嘛 吳俊就把他送到夏培好了 小沛這邊已經沒有東西了 沒有那個 我們都已經把冰打出去了 主要也是因為覺得 應該沒什麼問題啦 不過 我們還是 送一點冰到 小沛好了 我擔心 那個我擔心 我擔心那個公孫戰突然之間來個難受星軍衝過來 那就有點危險 財商這邊還有什麼事情要做嗎 螺線 可以剛好派我們的孫勺過去 留個1000多就可以了 然後這樣子來 射箭 入口已經沒人了 量6換1我們已經換過了 在濡洋這邊稍微擋一下公孫戰軍 很不錯 聖曼接受了 蒼天以死皇天當力 他們還是都優先去打這個公孫戰 不過老實說我真的是很想要吐槽就是說那個 那個 到底民國幾年的時候張 張腳才要出來 我已經有那個了 我已經有他了 我已經有那個諸葛克存在了 大概差不多3000 2000吧 300030003000 還是2000好了 還是可以的 這個就是 不停的 放火 現在1915多多 還是不要隨便亂單挑好了 來收 應該可以賭一賭 射 還是可以的 我們就繼續 旅犯也是弩兵 來 來 然後 這裡應該過不來吧 還是小心一點的 金拳 金拳現在應該是來不及了 好沒有問題 我們退回來 這裡也差不多退回來 流盤現在他他往這邊走 他只是射了我們這個獎金一下 沒有問題 小問題 居然沒有進行這個聯合攻擊 真的有點慘 來 撞 江夏這邊倒是不難 不難打 我覺得我們入口港 應該要把那個 國淵照過來了 國淵的那個屯田 確實好用 在這裡 看一下要多久 30天 超 沒關係 30天的話 我們就 這個派6000多人 讓這個 運良過去 他大概還有一個月才來 我們這邊剩下5000 5000人還是一樣 繼續 修 曹操這邊已經快要把司馬家的人給打退了 應該差不多要打退了 好我們看一下北海這邊呢 增兵 巡查 等一下 勢頭不對我們就放棄這裡逃跑 這邊只有8 865 有點少 爐漿呢 爐漿還行 柴商也還行 我們只有幾個弩 應該夠了啦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人 我們只要派出 派出一部分的人就可以了 也不錯 但是 派陸迅加馬中的話就太浪費了 我們派一個有智力的 不需要是陸迅 貂蟬還行 5000人應該 還是少了一點 然後接下來這裡就 我們就再派一個 幾兵好了 塵蘭 塵蘭多少 塵蘭40而已 加個張溫吧 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派出 唉 弩兵的話2000 幾兵的話7999 秀兒幫忙一下 秀兒幫忙一下 搬運 這裡有4482 我們這邊稍微那個一下 讓衛序運良過來 這邊有多少 71多多 好 這邊也派一個比較沒用的人 去運良 運良到財商 魯南這邊大概沒有問題 5000人擋住全部是可行的 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我都忘了 要幫那個冠秋簡加一加智力才行 我們這邊濱洋應該是遲早能拿下來 他只剩13多多了 不過還是要小心張角 張角一出來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會發生 還可以 還好 張寶居然不用妖術 不用不用那個鬼門 那就放心了 這邊是11多多 這邊是11多多 519 還有645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火技 515 然後這邊 王國再射個火箭 3166 314 還有3個人應該是來得及的 這裡打一下 這裡打一下層 111 這可以說是一個安保險的概念 101 這樣我們就可以射 欸?! 居然 這就小尷尬了呀 這個 這樣子的話看起來是公孫戰的軍隊會先打到我們 打到那個 打到濱洋 小尷尬 那也不要緊 一拿下屋靈基本上就沒有問題了 關屏現在是13多多 我們是可以拿下他的 先把這個5千的幹掉 然後再說 好沒有問題 欸?! 料化跟減庸都來了 那我們得要去保護一下我們的運輸艇 這樣子水戰就可以一直保護 保護之餘呢也是稍微增加一下我們的糧食 那我們怎麼變海盜的感覺了 對吧?! 沒有問題我們繼續修 他們打一下我們修一下 我們可以守著這道城牆 直到我們老死 守著這道城牆直到老死 沒有問題 這邊的話也還行啦 就是收入會變少 收入會變少 而已 好招 NICE 找到好招那北海的用處就到這為止了 吧 我們看一下行不行啊 孫河 還行 還有沒有其他人 朱智 還算蠻厲害的一個人 790 再繼續買糧食 留個100就可以了 這裡有點可惜啊 高瞬還有4下可以打 4下應該還夠 鋁林奇還在我們這兒 那就是好事 那就是好事 哎呀真的是可惜 我們羅倩港已經有屯田在了 那就沒有問題了 他都射不出火箭 這方面確實是他的弱項 黃金軍滅亡了 黃金軍被這個公孫戰給摘了 討厭 好那其他的人他們也過來了 哇 他們居然以烏林港為目標 真是討厭死了 這樣子他們又剩下一千多 但是他們沒有張角了 這也是個好消息啊 沒有張角他們就不可怕了 或者說沒那麼可怕了 現在還是剩下587人 如果可以坑掉他所有的冰 那也不錯 可惜我們沒有那個 這裡我們還可以再擋一下 應該沒什麼問題 這裡有8個在野 我們有人財府剛好 看一下這個張角不在 張角不在這兒 張角該不會被跑到 還不錯 張盒 抓到張盒就好辦了 董昭也是個很厲害的人 好 新線音 然後董昭 董昭的搬運 啊 幹 新場就不怎麼樣 顏正 真討厭 也沒有關係 我們就稍微 好事多摩嘛 啊 李聖跟夏侯璇是好朋友就對了 李聖是不是背叛過我們 如果他有背叛過我們 那就很可恨了 這兩個 這兩個都一般般耶 孫套居然被建業的軍團長給抓到了 也沒有關係 抓到了也好 主帽正在來的路上 主帽正在來的路上 這就有點討厭了 我們只有 100天了 但我們還是衝出去好了 衝出去還是比較好 可以 這邊人已經不多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 等一下 沒什麼問題 流閒在來的路上 這個軍月台應該保不住 保不住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我猜測 蒲羊應該有比較多戰斧吧 俘虜都不見了 這裡確實也沒有 涼三換一 我們賭一把 在這裡 倒賣涼草 倒賣涼草 我們這裡也可以派一些弩兵出來 張寮的弩兵是B啊 所以不行 蚊羊自己來就夠了 我看成功的官職可以先把他免的 免了 喔 欸 等一下 成功的統帥也比文青高啊 那文青 給他升個官 還不錯 文青文秧是父子 剛好可以 這邊 一大堆人去打這個烏靈港 其實也是比較搞笑 還不錯 也還行 也還行也還行也還行 哎呀 不錯 這個流閒 打這一下 629 雖然可惜啊 但應該是還行 這一個不小心就把他那個了 撞 可惜 賀奇也在來的路上 我覺得這附近都要建軍月台了 先打他 我先打他 潮信怎麼跑了 跑到樹林裡頭 我就沒辦法追他了 那就兩面包夾 我們就分開一點 這裡的鋁 鋁礦 跟公孫 射 射 這只剩20 那就可以了 直接打進去 直接打進去 浮揚拿下 還不錯 抓到了123456 6個人 還是可以的啊 他們都不投降 慢慢來 流氏不是元少的 妻子嗎 沒有問題 那接下來這邊的 他是在哪裡 他是在草地 草地可以被射啊 把握機會 把握機會 射 等一下 他只有70而已 他只有70而已 所以69 69不一定打得過他 2個差不多啊 高瞬可以先進去 這裡也是還可以的 他們遲早會量進退軍 量5換1 多搞一些量草 3個超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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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們這邊是不太太平的啊 因為他們還站著這個 這個臨際港 還有盾丘港 站這兩個港口的話代表說他們還可以繼續推過來 而且我們這邊的連接非常的脆弱 司馬家還在虎視眈眈呢 有點討厭 但是不管怎麼說 我們現在可以算是恢復了 恢復很多那個 讓智障們稍微吃一下吧 我們主攻 灌秋剪 趕快吃一下智商 要不然等一下又要被禁禪眼 真是太討厭了 我最討厭被禁禪眼了 稍微那個一下 我們繼續給這個長沙放血 反正我們有那個嘛 我先不要動 劉備這邊我們可以稍微等一下 曹操的話 他一攻許昌我們就立刻撤退 讓曹操跟劉備打 但是看起來曹操應該可以擋得住司馬家這一波攻擊 那我們就讓 我們就坐山管虎鬥吧 這還差不多 唉唷 結果簡傭就這樣子被撞死了 自殺 這個自殺也是比較搞笑 沒有問題 星野空序的話 那曹操就有可能來打星野 那就很有趣了 我們就這樣子直接掉頭 去幹這個周昌 掉頭幹周昌 那還有17多多 好再射一下 1033 不一定耶 算了沒關係 再射一下 可惜 這裡我們還是小心點 量3換1 量3換1 量6換1 這裡呢 量5換1 其實差不多 炎正不怎麼樣 欸 喔 暴性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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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暴性跟喬帽應該算是還可以的 暴性很厲害啊 公孫戰軍的俘虜比較多一點 公孫戰軍的俘虜比較多一點 我們問一下 看他願不願意來投降 好這邊的話 公孫旭還有1200多 雖然是騎兵 但是好漢是架不住人多的 反國進去 他現在剩下... 7... 10... 8... 12... 看有沒有機會啊 哎呀 沒抓到 但是廣壞應該跑了 六個人被抓 然後... 管泰雖然是肌肉男 沒什麼腦袋 但好歹是個人啊 韓中雖然也不怎麼樣 但也好歹是個人啊 沒有問題 那這個地方我們暫時... 應該沒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做 除了... 招降他們之外 你們可以造反了 啊 才兩面包夾之勢 怎麼感覺他們打的力度變大了 怎麼感覺他們打的力度變大了 他果然還是不敢跟我們打的 他果然還是不敢跟我們打的 下吼旋現在出差鐘是吧 下吼旋現在出差鐘是吧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我們稍微再讓他們... 我們稍微再讓他們... 那個... 聽一下歌 好不容易拿下了蒲羊 得要先休養生息一下 因為誰知道那個... 對面的公孫戰什麼時候打過來 我暫時還沒力氣打上去 現在他們正在打北海 北海相較於這個蒲羊的話 稍微比較好守 但也只是稍微 他們現在已經把我們的經濟區給... 霍霍的差不多了 我們的經濟區非常的危險 好在曹操現在已經幫我們分攤了成流的壓力 浮羊應該可以稍微發展一下下 也就是稍微... 還不錯 哎呀沒關係 管害這個人 沒辦法... 沒辦法去說服他的話也沒有關係 哎呀 他居然還敢來 太過分了 直接打掉他 然後... 這一邊的弩兵... 射一下 我們直接讓高順來打好了 也不用多 我們就直接8000人走滿 打! 一下就打掉了 好居然進去 這個人也進去 目前... 我們這邊... 確實沒有什麼可以說的 我們這邊錢很少 所以我們運一點錢 到前線 這邊... 呂布也去休息一下 該聽歌的繼續聽歌 該休息的好好休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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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2多多多 佐葛要稍微等一下 好,這裡稍微那個一下 繼續聽歌 他現在好像已經沒有什麼力氣了 在等 小虎也是稍微那個一下 孫嫂也是,孫嫂來聽歌好了 接下來就是夏培這邊 應該可以稍微研究一下其他技巧 看一下要訓練什麼 準備政令 要40天 但是這個我覺得蠻重要的 省得我們還要一直一直的那個 他這樣子 那個忠誠度一直一直的掉 遲早可以拉死我 財商這邊繼續 挖錢 感覺不錯 越打就感覺心情越好 因為剛剛那個失誤確實是可以用操作來彌補的 流險怎麼那麼厲害啊 這邊這個 哎呀 他現在照著我孫廁來打了 還不錯 還不錯 喬帽沒有辦法來沒有關係 小問題而已 我們這樣子消耗消耗 他遲早會撐不住的 他還有錢 讓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派一個幾兵 不夠 幾兵比較厲害的 讓誰來呢 這裡我們稍微留個心思啊 多帶一點人 畢竟主帽也算是一個猛將 我還是有點擔心的 這裡 這裡糧食已經夠了 所以沒有關係 來射 糧食 這裡是 差不多 這裡是快不夠了 趕快 來一個 不對 是來一個 猛撞 有點可惜啊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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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這裡 可以再射一下 欸 等等等等 周瑜現在是被包圍的狀態啊 差點就忘了 黃蓋 這裡路抗稍微射一下 然後再讓黃蓋來撞 這樣就可以了 他當然不敢打了 他當然不敢打了 這有點危險 電腦伸得脆 隨時隨地給玩家增加難度 他當然不敢打了 某方面來說真的是討厭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變成了種田派的 標準動作 哎唷 汝南被內傻了 喔難怪 我這裡還是比較擔心啊 我還是比較擔心他們忠誠度一直下降 所以才會優先去學那個整備 政令 掌握人心 喔準備正令啦 那個 劉備真的是 可怕 可怕 一擊又開始射我們 又有人在汝南散播謠言 這也太誇張了吧 現在剩81 可以稍微 稍微去聽一下歌了 稍微聽聽歌什麼的 稍微聽聽歌什麼的 一擊居然負傷了 再撞他 一擊居然負傷了 再撞他 感覺還不錯 賀琪 也還行 隨便射一下就這麼多 他們交情果然蠻不錯的 就是說那個 哎呀居然沒打掉 好沒關係 讓路抗來打 流盤還來 太可怕了 他們的人是死不完的 一二多多 好加碼鐘就可以 把他抓起來 等一下讓孫正來蓋個軍月台 蓋在什麼地方呢 蓋在這裡 蓋在這裡可以讓 一二三四 五 六 蓋在這裡可以讓六格的水軍 吃到那個 音樂加成 這裡就是慢慢的 等 等著這兩波的錦藍 那個量進退兵 他們一定會量進退兵 天哪 光是讓那個忠誠度 回來就飽了 這些死要錢的 兩波的錦藍 希望能夠 提兵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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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備的這個祖帽被我們抓了 我突然想到孫家已經被我們收為己有了 所以現在是劉備的祖帽 不是孫家的祖帽 可惜我們只有一個屯田 如果我們有很多屯田的話就好辦了 是趙飯的祖帽 我搞錯了 哎呀糟糕 又被打 那就有點小危險了呀 昌陽港被公孫戰的魚檔給拿下了 也不要緊 再稍微等一下 流風還敢來送死居然 這是切而不捨 國父都沒有你那麼切而不捨 國父都沒有你們那麼堅韌不拔 沒有問題 打 周泰往這邊走 因為周泰跟那個 互相親愛 我們看看他投降不想不投降 丁怡 這些人 這麼快就已經91了 不投降居然 真是討厭 居然直接打槍我 那也不要緊 那也不要緊 繼續修 這個 盾丘港可以等一下再去防守 沒有關係 但是我覺得這裡 暫時要小心了 這裡還有1多多多多多多人 靈技跟昌陽都失守的狀況之下 就不好打了 看看這個 小喬之類的人 能不能去把祖茂抓來 光是搞內政啊 把這些人的那個中程度拉回來 就已經快受不了了 這樣治安就不容易下降了 唉唷! 祖茂這個人好大的 好大的官威啊 蛤? 再看一下 好大的官威啊 哇!我的老天 馬忠我居然沒有讓他那個結義 萬一他跑去投降了怎麼辦 他這裡有1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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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車打他一下 周瑜打他一下 欸不錯 東吳的李毅來了 來投降了 來投降來投降 來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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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惜 還是會被那個的 可惜 還是會被那個的 所以稍微 稍微那個一下 稍微那個一下 終於 終於 有三個在野 看一下是哪些人 富榮 寒仙 嗯? 這種人他也要拒絕我 富翁還算是有那個的 小沛這邊呢?看一下 丁儀還算蠻厲害的 不願意啊 不願意啊 新線音算是蠻厲害的一個人 唉唷 流屁 有流屁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 安心了 在森林裡面打仗的話 就可以稍微安心下來 唉 富榮 讓張和再去那個一下 因為不放心 所以我們再讓一個人去 招安他 然後我們的君主 灌秋煎 再繼續吃 但是 我們的智力要稍微 往上升一點兒 據說一個人可以最多 最多多 差不多 30智力吧 等到他把那個拿下來之後 我們再去 打下他的港口 極其 極其懶惰的一個那個 極其懶惰的一個戰術 極其懶惰的一個戰術 這傢伙跑了 跑了代表他怕了 很好 招來兩個就夠了 我們趕快跑 樓船就是跑得比較快 這就是演唱會的感覺了 大家一起來聽歌啊 還可以 這有一種人越打越多的感覺了 好 這裡還有170天的糧食 馬鐘的話等一下再讓他回來 我要先問問祖茂投不投降 終於投降了 他一直不投降讓我很困擾啊 他現在還沒有要出來的意思 那我們就先這樣將就的過吧 這幾個人 雖然那個叫什麼 雖然他們的忠誠度已經下來了 但是還是很 不願意投降 那沒辦法 成燈很厲害 雖然說成燈他的技能是用來內亂的 我個人還蠻喜歡成燈這個角色的 如果不考慮到那個任何 任何其他因素的話 他這個角色算是三國裡面 非常討喜的一個角色 好就這個 然後財商路口 路口這邊還有一些人 財商應該是暫時 暫時賺這種小錢吧 就先 我感覺不錯 我們多拿一點錢來 好 這樣好 好 這樣好 會計這邊也稍微那個一下 兩艘豆劍 那我們就往財商送 還不錯 我們的水軍越來越強了 怎麼感覺我們只要 然後吞掉了孫家之後 就會自然而然的去 去練水軍 然後看等一下能不能 把他們的血吸乾之後 把江陵 江夏 還有武林的血吸乾 然後接下來就是 用水軍把這個 江陵應該敲不下吧 1234 1234 江陵恐怕要用神火技 加上鬼謀才能夠敲下來 但江夏可以 襄陽也可以 理論上的話 我們是可以到襄陽 去敲掉他們的 襄陽城 但是前提是 我們的水軍要先把 下口 巫靈 漢金 這些據點 一個一個拿下來 然後屯田要跟上 我們現在這些東西 就是先把他們的那個 先把劉備他們的那個 水軍打掉 先把他們的水軍打掉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去 直接插到那個襄陽裡面 如果劉備他現在也是在 嚴格的遵守龍中隊 他也是嚴格的在遵守龍中隊 我們現在是一個加強版的楚國 威力加強版的楚國 不知道他有什麼事情 徐妙 亡靈 亡靈 1290 雖然亡靈挺厲害的 但是我們現在在汝南挺缺錢的 好 給吧 給你 好可以 可以 非常不錯 非常不錯 好 盾丘港被他拿下來 這不可怕啊 我們可以重新來打他了 舉步 要加一個 因為他算是我們最 優秀的將領 先射 這裡7多多 我們射到500的時候 再讓高順來一發入魂 旅犯自己也可以 大概2000 就足夠了 唉唷 差一點點就GG了 沒關係 繼續 武安國自己來吧 上來自己來 周星雖然只有68 但好歹也算是個 武將 可以了 高順自己來 高順的工程一定暴擊 一定暴擊 所以這6000人 就孝納啦 好可怕 這個蒲陽就是用這種無賴的方法來守 這就叫做港關坑兵 我之前就已經講過這個玩意兒就是 不擇手段 所以說用這種下流的手段 下流都出來了 這種比較不好 不好上不了檯面的手段 就是也可以用一下 咦 獨車而在來的路上 是吧 沒有問題 我們這邊射 也射一下 好沒有問題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直接把 孔智的這個騎兵隊吃掉 順便連孔智自己也吃掉 很好 非常不錯 我這邊錢還夠 還不錯 流風居然追過來了 像我們這種傳見休息區啊 就是稍微那個一下而已 稍微應付一下 這裡有10多多 生產個鬥劍 居然有個在野啊 成坤 那就沒什麼了不起 那沒事了 那沒事了 良四換一 沒關係我們就直接 換 看一下他們投不投降 不投降 不投降 這裡還是可以的 這裡還是可以的 再稍微建設一下 這個工房等一下我們把它撤掉 現在曹操 應該還在對付司馬加 所以司馬加 暫時還騰不出手來對付我 理論上 還可以 很好 塵燈 還是被那個了 還是失敗了 又以盾丘桿為目標了 周昌已經跑來這了 沒關係 505 打個兩下就沒了吧 咦? 周昌直接那個了 直接被打了 直接被打掉了 還不錯 他們 也會不會太那傻了吧 這些人先回去 這些人先回去 這裡我們找個政治 還... 怎麼都是這些 這些鳥人啊 算了就先去 就用訓練了吧 雖然說可以用調度來那個 但是... 應急狀況之下 還是先訓練一下好了 崔玲好像是崔眼的兒子 看一下這邊能不能招到塵燈啊 先把這個樓璇給招來 再去招成燈 哇... 不賴啊 終於招到了 再招一艘船 趙劍運動都出來了 好... 這裡大概再給個一萬兩 九千也可以 還不錯 還不錯 然後我們的... 灌球剪繼續吃 作為一個君王 總是要有一定的那個... 總是要有一定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總是要有一定的智力啊 沒有智力就一直會被那個... 禁禪岩 反不反啊 那些... 那些奸臣 劉備的大軍可以說就是這個樣子 一直被我們阻擋住 還是蠻不錯的 那張角的話被我們港官坑兵 也是很慘 雖然說他們... 動地而來 動地而來 而且北海應該... 北海的經濟區被他們砸爛了 可以說 但是沒有關係 北海的經濟區被砸爛了 我還有東南啊 我還有東南啊 東南的經濟區 雖然說電腦亂蓋一通 但是依然是非常不錯的 星星向榮 那可以說是... 星星向榮 爐江也差不多是星星向榮 因為我的水軍夠強 所以我就可以這樣子招搖 在南方... 江以南招搖 12345 我看一下 劉備有多少船好了 應該可以看冰裝啊 靠北 38艘船 三...什麼鬼啊 我才12艘 不過他是樓船 我是鬥劍 如果他的樓船是鐵甲劍的話 那我的鬥劍就是戰列劍 超級屌的 好啦 這回合... 我們就可以打到這裡就好了 畢竟...怎麼說呢 目前趙範的這個... 長沙是一直被我們放血的狀態 只要我們能夠拿下長沙 那金南四郡就可以傳襲而定 說是傳襲而定啦 其實還是要去打的 但是只要拿下長沙以下的這些... 那劉備在金南的統治就不那麼穩固了 我們就有機會成為... 就是齊國加楚國 我現在... 其實我本來是希望可以稱楚王 因為壽春啊 夏培啊 這些都是跟楚國的淵源很深的城市 所以稱楚王沒有什麼不可以 現在曹操... 曹操現在雖然說打退了司馬懿的進攻 但是他們糧草不夠 只能退回來 這邊糧草真的是不夠啊 而且如果跟劉備打的話 他們絕對絕對是沒有... 沒有把握的啊 絕對是沒把握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劉備已經學了騎射了 這裡有點恐怖 甘寧還有2000多人 這裡非常的窮啊我們 我們如果說要在各地的港口建基地的話 第一個我們的屯田要夠多 我們的屯田要夠多 看一下啊 我看一下屯田 太史詞在我們這兒 但是太史詞我一直都還沒有使用他 水神周泰倒是常常用 呂林奇也暫時停下來 因為他現在正在寿春享清福 好啦也沒有享清福啊 只是現在還不到他上前線的時候 看一下鬼門 喔對了張角 張角現在在野在蒲羊 喔剛好 快來了快來了張角快來了 張角只要一來 這個遊戲瞬間就變成威力加強版的簡單版 看一下喔 喔屯田韓浩凝髓流腹 韓浩在劉備這裡 凝髓在司馬懿 劉腹現在在野 那我們現在 誰都惹不起啊目前 司馬懿 那目前來說的話大概就是在蒲羊 去招募那個張角 只要招到張角我們就天下無敵 我們就天下無敵 因為我們還有擺出了諸葛克在啊 只要有擺出加上這個張角的雷吉 我們就是天下無敵 當然現在 如果講的誇張一點 我們也可以算得上是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 一直在長沙進行這種絞肉大戰 但某方面來說也是挺麻煩的 某方面來說也是挺麻煩的 我們這邊要一直運量到柴桑這邊啊 然後這邊雖然有一個屯田的 屯田的那個誰在 屯田的國冤在 但是依然是非常麻煩的一個狀況 我們這邊可能需要考慮一下什麼時候去結役了 應該還好 大家 忠誠度不夠高的目前都還在城內 對沒錯 忠誠度不夠高的目前都還在城內 所以應該不用太過擔心吧 應該 好啦我們這集就先錄到這裡 至少我現在已經沒有非常害怕說 下一步該怎麼動 畢竟我稍微 心態已經沒有 沒有之前那麼崩了 心態非常的平穩了現在可以說是 我看一下這些俘虜啊 這些俘虜裡面 催眼 禮福催靈他們的那個忠誠都已經降下來了 大概沒什麼問題 原哨在這兒啊原來 還是先 還是小心為上 好啦 先這個樣子 之後要怎麼繼續打下去就要看狀況 反正我們現在就是先 在水上面跟劉備啊之類的人作戰 在水上面就是打劉備 在路上就是先搞一搞照犯 照犯雖然有一個 照犯雖然這個長沙非常的堅固 但是他們的人已經有點少了 對確實有點少了吧 所以我們現在應該可以稍微 安心一點 就不要像之前一樣就灰心喪志 好啦 先這樣啦